李宿主 比如说这个民族特别听女人的话 在李宿主的传统有画作女人 她是投在手里一样像月亮一样 每次将你做什么事都要提供女人 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听过通过她的同意 对就相互的商量 比如说亲爱的我们生个孩子们能同意吗 是不是这样 那孩子是不是跟母性呢 也不是 因为李宿主的话在老一代的话 她也不跟父系她也不跟母系 她就自己一个姓 老爸老妈她给我们取什么名字就什么 您妻子姓什么 姓何 何 你有孩子吗 现在有 你孩子姓什么 现在姓熊 姓熊 那不是还跟你姓吗 因为现在是慢慢的 就直接的就各种变化了 你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爱子 两个爱子 叫熊什么 熊国庆 一个 熊国庆 对对对 爱国 熊国庆 来 介绍一下您的妻子 来 您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也是来自云南省的栗树族 我的名字叫何富妞 你们俩年纪谁年纪大一点 她大一点 她比我大三岁 大三岁 你们穿的是 你们这个栗树族典型的民族服装吗 对对 这是我们栗树族本民族的服装 这些服饰啊 都是 您能上台给我们展示一下您的服装 可以可以 非常荣幸 因为这衣服的话 它就是 它是贝壳嘛 然后它 在我们栗树族的老一代 我们主席 它是代表着财富 就是等于人民币一样 包括我这边 哦 那是人民币 就费了好多人民币 您出场的时候 说的是不是本民族的语言 对 我就给大家说了 也是 大家好的意思 大家好怎么说来 您再重复一点 哈记说我画画 哈记说我画画 对 这首一句话 哈记说我画画 画画的baby 画画的baby 画画它就是你好啊 提案啊 还有它代表着合作意义 我爱你怎么说啊 我爱你罗马 我爱你罗马 你罗马 罗马 那我恨你呢 我恨你罗马 不是 我恨你的话 阿克你走 你走 就是恨的意思 就恨 你走 恨讨厌 你作死 你作 对对对 其实跟汉语还是有点过脸的 是有那么一点点报道 是有没有呢 你们有什么一些比较有趣的风俗 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比较关心你们相亲 我们相亲的话 它是这样的 因为相亲的话 比如我看上那家的姑娘 我就会给我老人说 爸 我看上那家的姑娘了 然后呢 我们拿发的家长啊 带着一拨人去拿着瓜子啊 吃啊 礼物都带着去女发家喂 姐姐去喂 然后如果女发家 给我们大茶啊 就已经是热渴了 如果她不出来 接不到她的话 证明就没 她就下不做了 那你意思 那你是不是第一次去她们家喝茶 她就出来了 就是她表妹架到我们腿里面嘛 然后当时呢 我也刚好去她们家做客 然后我拿着其他对她唱那个歌 这样 很好听啊 你听见了她的歌声之后 你就心动了是吧 你们少数民族这个男女之间这个东西 还是比较直白的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那你们那要好买房吗 不好 不好 不好买房 有有有礼 有那个彩礼吗 彩礼的话随意的 随意的 就一块贝壳就行 没有 当时我的彩礼就是 我家里给了我五百块钱 我妈给了 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 然后 然后我带着那个 那个钱去她家 然后在路上 车会花了差不多四百块钱 我只剩下一百多块钱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是给她家里买点水果之类的 最后只剩下一百零一块 几 还是有几毛 然后我给了她 所以你看 少数民族有很多这种 敢爱敢恨的 这种对于爱直观的表达 跟我们现在这个 汉族里面的一些风俗习惯 什么彩礼啊 卖房子比起来 别人的爱情 好像含金量要多很多呀 隶宿族可以跟汉族同婚吗 可以的 也可以的是吧 对 你觉得这里有哪个男生 比你老公长得帅 都长得特别帅 但是我觉得在我心目中的话 还是我老公帅 但我们这里有一个 跟你老公长相差不多 但是情歌比他唱得好的人 想不想听一下 想呀 这个非常想 他也会弹吉他 他也对爱情很专一 我想一下 不要丢我们的人脸啊 忽然间发现自己 一生生爱上你 你真的很简单 爱的地暗天黑 都已无所非 是是非非 无法确择 算了算了 我们还是要彩礼算 我其实也是一种 奉献精神 你肯定唱得更好 好听好听 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 来陪丈夫来求职 是吧 对丈夫有什么鼓励吗 反正在我心里 你就是最好的了 加油 谢谢 来你回到自己的座位吧 好啊 来我们聊一聊吧 三华 那你是什么时候 从自己的家乡走出来 来到北京的呀 要从自己家乡走出来的话 也就是爱丽17年 一次在我们云南省 一个农民国艺术界 表演的时候 在我们北京的 也就是我现在的老板 那个看到了我 然后把我带出来的 从事表演工作 在哪里表演 亚路股热带几乎园 来北京之后 一直在那里 有去哪儿玩过 我去过天安门 还去过哪儿 去过爬过长城 带着我老婆 看到天安门的时候 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 我去哪儿玩的 来我去哪儿玩的 带着我去哪儿 再来呢 再来一趋 我去哪儿都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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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我去哪儿 马克基 我很好 媳妇来了 媳妇马上递纸巾来了 我们这城市里面的爱情和感情里面充斥了太多感情以外的东西 他们俩真的很简单 你也跟那个您婆婆跟孩子说上两句 完全听不懂 什么意思 祝他们早日能够来北京与你们团聚 好不好 祝你今天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谢谢你 朱家印又哭了 就是那种真挚的爱情的那种力量 一下子又打动我了 那我们三华今天来找什么工作呢 也是表演类的是吧 表演类的话 我们这只有杜子健那儿可以招在抖音上的主播呀 你要求薪酬多少呢 最低六千以上吧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微博 微博的那个内容 他是不怎么会拍 其实他内容还行 最近抖音的最火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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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 那个兄弟啊那个舞 你看过吗 研究过吗 兄弟啊想你了 那个会吗 兄弟啊 风的爱 想你了 风的爱 你在那个 对对对对 就在那 对对 就就这样子 对吗 对 来你来 他要来最好把头发解开 然后用电风扇给头发推一放 你你来你过来你过来 我不会 快快快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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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王上峰 来来来来 你们三个老中青三代 对了 你们不会 来来来来来 这划船呢这是 你没人家抖得好 你发现没有 我像女了 像风那个可以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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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太难看了 你这 他这样这样这样 像不在游泳 来来来 回座回座回座 但是杜大爷的那个特别像甲芝的恢复训练 我没有跳舞天赋 好 来 不低于六千 表演类 是吗 来第一轮选择 去活流 还有 无战灯 天生活有才 你的这个才艺展示是怎么的 这吉他是吧 来来来 然后老婆你也过来吧 哇好浪漫啊 好浪漫啊 好浪漫啊 你三月的心意 你一只能在我身上 你四十年 你一只能在我身上 我身上的心里 我愛你 我愛你 我的愛你 我愛你 我的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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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這就是你那個 鄉親唱的那歌吧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 来来来 请坐 非常好听 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公司聚会 领导说 你喝一杯白酒 就掌心一千块 你应如何应对 因为我一般都不喝酒的 那所以你会怎么说呢 那个领导我不会喝酒 不会喝酒 完全没有情商可言 我觉得他情商很好 因为我也不喝酒 所以你会怎么回答 你会说我也不喝酒 我觉得是这样 看你在这个公司里 待多长时间 如果你要待一年的话 就无所谓 反正一千块钱 对你来说不重要 如果你要待五年十年 你真的不喝 别人也会知道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不喝酒的人 我在公司里坚持了五年 终于他们现在不跟我喝酒 如果领导叫我喝一杯酒 我掌心一千 用秦山说法就是领导 喝酒就是喝酒 是情感而不是掌钱 今天就算我喝八杯四杯 我都不会要你掌工资 掌的是能力 而不是酒杯 这个老狐狸 如果是我 我就跟领导说 你喝我一杯给你一万 那明显的 我们今天那个熊三华 他的性格 他就说不出来这样 我觉得他就是 他就是一种很自然的 骨子里的本能 简单淳朴 你在正规的公司待过吗 他的制度管理流程 三下巴体系 都有过体验吗 都有 我现在上半也是 你搂音号为什么没玩好 你告诉我 可能是自己本身也就 就那样了吧 刚才你两个在台上那种 真确的人间真情 比所有的那种好声音好 好多了 美好多了 很打动人的 很真实 是这样的老师 是我们的现在 现场唱哥哥 那个拍视频 完全是不一样 拍出了视频 可能是会 会把这个味道又变了 你搂音的 最好的播放量是多少 十多万吧 开播过吗 有一切有 有过几播 播不好 因为也就是 几个人在那里看 然后也 而且都是俗人 你也不是那种聊天的主播 聊不起来 聊天我又聊不起来 他肯定不是那种聊天性的 但我觉得 就像你刚刚讲的 如果他 我觉得他学的老师带他 对 他把刚才他那个 有策划性的 把他们两个人的那种互动 那种真实的情感流入 对吧 我觉得一定很打动很多人 起码我愿意去直播店看一看 我觉得 他可能真的 不太适合做直播这件事 因为他身上 没有表现性人格 他没有很强的表现欲望 我觉得他可以做一件事情 但不是求职 就类似于像陈薇啊 他们做活动啊 对吧 在做夫妻亲密关系的 那种活动的时候 他们可以做特要嘉宾来表演 你现在这个工作还在职吗 在职 在职 那我是让你冒险呢 还是不让你冒险呢 我很尴尬 你现在在职这个一个月收入大概多少 五千 你老婆收入多少 也是五千 那两个人有一万收入 我觉得蛮稳定的 你就不要折腾了 否则我就给你留灯 我就会把你带到上海去 但是带到上海 我不知道怎么安排你 你知道吧 你愿意去上海吗 我对你下不了手 我不是要离开这个公司 我并不是要离开这个公司 我的意思是 你在我工作机外的 能不能有一些活动啊 你是找兼职来的 我们这儿不找兼职 这样吧 你待会儿台下可以找找成为 他们看看有没有商业演出 来 第二轮选择去口流 倒来找兼职的 但是台下呢 可以跟诸位有商业需求的企业家们 留一个联系方式 在工作之余 参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演出 好 祝你们幸福 再见